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因为美国联准会将要开连续两天的会议 然后决定说七月份到底要升息多少 那大概以市场的共识 大概应该是升息一马 那因为之前的CPI年升率已经掉到43% 所以其实通膨下降的很快 所以市场预期七月份升息这一次之后 后面大概又会暂停升息 所以市场对于升息的预期 汇率上台币鲜扁了一段 昨天就直稳反弹 那我认为其实已经预先反应完毕了 那今天呢因为升息的前夕 那多少还是有观望气氛 预估量不大 3700亿 然后指数小张小跌 早上最多涨48 最低跌76 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08分 小跌16点 所以它大致就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然后市场的量还是集中在电子股 大概超过75% 基本上成交量都还是在AI相关 所以非AI股能分到的资金量呢很有限 所以除了AI其实没有其他主流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那当然今天很多AI股 因为位阶不同 价格不同 数字不同 所以各自有不同的一个整理 但是原则上量价 人气都还是在AI 这是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伪创还是又涨到160 即使昨天有个新闻说 处分掉力讯的持股 总共要认赔55亿 但其实前面已经陆续有认列 所以对于后面的单GPS影响是有限的 大家以为说这是利空 结果股价造涨 代表其实大家是认同说 早早把前面跟未来AI无相关的投资 直接认赔掉 那这是一个好事 把资源专注在未来AI的发展 去满足NVIDIA AMD的这种大客户的订单 这才叫做网道 所以虽然有利空股价造涨 那另外一个23762基加股价就跌 这波最高涨到382块半 几乎快要400 单纯公布第二季获利 只有一块四 那伪创六月份就超过六 但技加单单六月份有超过一块 但看起来就说有点就是不太合比例 所以短线涨多获利没有跟上来 股价就拉回 所以我就说AI股票在各自不同的价位 反映不同的数字 股价表现就不同 技加是因为第二季表现 不如预期的强 所以股价就拉回 但伪创六月份有赚了六毛多 他认同他把根利逊的持股砍光 赚住在伺服器 股价反而涨 所以强弱还是有差 然后广达单月有赚一块 表现都在预期之中 股价就续强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AI股还是冷气的重点 但价位不同 操作也不同 那像我们的红数 昨天最高622涨4.9% 那刚刚呢 亮灯锁涨停649 锁了大概1200张 突破盘整 再创挂牌新高 这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说COVER先进封装 台积电爆的两制名牌 一次是股东会 首度提到说 AI客户的需求太强 这部分产能严重不足 所以未来一年至少扩产一倍 事实上我得到的消息是 扩产一倍的幅度 其实已经上举不少 但这一次的法说 有提到要在未来一年加速扩产 尽快满足客户需求 但没有提到说上修的幅度 但非常明确的 他的法说就告诉你 什么都不好 只有AI好 资本支出维持不变 但是就这一块要尽全力扩产 名牌报这么明确 然后就说最大供应商 就是红数 明年上看35到40元 你光是乘以20 20倍本益比 我想市场共识 股价都还有百元以上的空间 更何况我就说它是首要主要供应商 本益比 未来一定超过20 25倍我认为都是合理 股本又小 EPS就超高 当初买445到647 他也赚了超过200块 保守率可是高达45% 照今天速度下去 明天应该就超过五成 所以未来赚200变成300或400 我认为是有机会 因为台积电就已经告诉你这块全力扩产 所以包含红数跟星云业绩生意 好得不得了 然后星云昨天也亮灯涨停吗 212.5 还原圈是215.6 那昨天先涨停 今天没有涨停 就轮给红数涨停 那今天也是创新高 226.5元 高档强势震荡 防映全资因为配3.6 230.1元 从161买 一样一个多月 230.1 大赚69.1 所以高达43% 这也43% 那照着速度下去 可能明天都有机会超过5成 所以这一波AI标股班从6月几乎就把所有资金全部short hand all in在所谓的AI股 那我常在讲一个波段赚三成三个三成就是一倍 事实上 这波超过4成5成6成7成的台光电那种300%的都滑星光了300%的都有 早就远远超过所谓的平均三成的水准 星云看来明天也有5成 那明天就有5成 就有机会5成 明年上看15到17元 而且有上修的机会 一样你参与20 你会发现说当初买的时候 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 我告诉你空间很大空间很大很大 因为从数字来推估的话 股价空间都还超过百元以上 所以早喷晚喷中就是要喷嘛 黄树星云 恭喜家族成员 全面大获全身 而且就像我说的 你自己不懂AI趋势 你至少要懂得跟着台积电走 台积电告诉你其他的都不好 只有AI好 你不买AI你要买其他的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林百里成为台湾的首富 你不懂AI有多好 但是你要懂得跟着首富的 后面向前行 不是吗 跟着最厉害的人往前走 至少 你的获胜的几率会高出相当多 当然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我们陆续也出现很多股票 比如台药 台光电 见准 或者前顶 或者是情城 就位阶不同 有不同的操作 有的赚了三成 四成 五成 或者六七成 高档出一趟 然后资金 我们开始做一轮新的布局 买可能位阶相对低 刚冒上来的 或者有全新的AI的题材的 或者就一个EPS来说 本语评价 目前是低估很多的 所以七月份 一堆股票大赚一波 开始进入到八月 行情的全新的布局 所以这几天 我们都在做陆续的调整 比如说官宝科 今天盘中到148附近 获利出新 会出新 不是不会涨 但是我要准备要换 位阶 更低的速度会更快 卖完之后还来到149.5元 没有关系 留一些给别人赚 那这一波我们是买17到148附近 赚31块 26.58 这个不到三成 但这个比较大只 所以 26.58赚起来 转进全新的AI股 转进全新的AI股 然后见准呢 前天151附近卖 今天141附近再卖一半 两天大概卖在150块附近 从100块买 赚了50块钱 刚刚好50% 这个是远远超过三成 而且是不到两个礼拜 也是一样 转进新的AI股 转进新的AI股 然后行程礼拜一 盘中高点涨8%左右 246.5元附近 大赚出清尾盘收涨停 没有关系 少赚一点点OK 那卖掉的过程 还原配息4块钱 是250.5 141买到250 赚大概109.5元 总共78%这个是不止三成 是超过两个三成 接近八成 一个多月时间 大赚出清 一部分 转去加码 350元的3693的银帮 今天已经涨到380 另外一部分做全新的布局 所以包含 还有卖台药 还有卖台光电等等 最近这个礼拜陆续卖了不少股票 因为其实真的都赚了很多 真的每一档都赚很多 然后资金开始挪移到 落后的 低估的 新的题材的 刚要发动 因为今天已经 7月26号 在下礼拜就准备要迎接 8月份的新行期 这边有一轮新的 操作新的布局 然后陆续调节一些股票 所以想这个节奏 希望大家可以跟上 然后赢吧 礼拜一 早上高点 362 然后再打回到平凡37附近 就是我卖掉秦城 把部分资金转来银帮 那天买大概350 昨天 秦城拉回 今天再拉回 今天已经拉回到 218 218 一下子 从249拉回到218 这速度也是很快 所以我们真的是出在一个绝对的高档 没有出到涨停板 但是只是出到涨停板 下面两三块而已 出得非常的漂亮 突然就下来 转进银帮 买这一根 蹦蹦蹦两根 就上去 左手卖掉 大赚70几% 股价掉下来 右手买银帮 蹦蹦连喷两根 完美的换股 然后今天 最高涨到380 大涨9.2% 差一点就要量能涨 我估计第二季 大概就超过5块钱 第三季至少超过6块 全年超过20 而秦城 第一季只有0.23 今年大概乐观点 大概7块钱左右 所以他的获利恐怕 今年连银帮一半都不到 同样明年的获利 也不会有银帮的一半 银帮明年至少超过30块 秦城应该是不会超过13 14块 所以我就说就股价来说 银帮的股价应该超过秦城的一倍 秦城这波最高 249你就算250好了 因为配了4块 也算250 秦2是500 结果前两天银帮才350 它核利股价应该是秦城的一倍以上 就说这是有非常大的空间 那297买到今天 盘中我是算到371块半 其实不止的 刚涨到380嘛 380 最高380 到371.5都已经赚了25%了 刚已经到380了 明天应该就轻松超过三成 所以前两天我就说 这边就是大赚出新秦城 然后持续加码看好银帮 今天就获得验证 那伟创 礼拜五涨停 礼拜一新高15 礼拜二新高161.5 今天盘中高点158 刚刚涨到160 卖掉利讯亏钱那都不是问题 因为大家看的是后面 NVIDIA AMD要带来非常大的EPS的成长 切干净利讯是利多 明年上看10到12块 广达都已经涨到250 260 伪创到现在的股价 其实也就150 106 还差100块钱 这就是比价空间 然后再来 就像我说的最近 连卖了非常多大赚的AI股 然后至今开始经营轮全新的布局 因为现在已经726 这礼拜布局完毕之后 迎接8月份的飙涨行情 第一档华星光第三 昨天涨5.6% 今天早上涨3.8% 股价创高高档横盘两三天 补量随时会喷出去 因为它股价是低档起涨 第四季有AI的全新的大单 出估明年4到5块 股价值50来块 参与20倍本一笔 空间超过六成 上看八字桶 这是第一档 第二档AI高速传输的概念股 盘中上涨4.5% 股价开始越电越高 大概有两个新产品 一个是AI用的防水连接器 因为AI现在叫做净润式的散热 泡在议题里面 所以很多的零组件都要泡在议题里面 要有一些防水的机制 另外 美国420亿美元的高速网路的基础建设 带动相关产品升级成实机的连接器 防水的连接器 实机的连接器 同时受惠AI跟美国基建的双重利多 明天至少 你听好 至少要赚5到6块 至少要赚5到6块 那目前股价只有6字头 5到6块乘以20倍 未来上看的是三位数字 这也是一档有大空间的AI新标股 第三档也是全新布局 盘下开始买进AI伺服器的标股 它跟NVIDIA密切合作 拿下超过千台AI伺服器的订单 单月份赚了1.58 赚的比技嘉还多很多 赚的比技嘉还多 但技嘉最高380 它的股价只有200出头 大胜技嘉单技一块四 人家是单月1.58 技嘉是单技一块四 技嘉是超过350 380 这档股票只有200出头 光是比价上去 股价都有5到7成的空间 这也是一档全新的AI的标股 所以 涨多的 我们陆续持盈保态 卖掉 大赚放口袋 并且进入全新一轮布局 瞄准8月份的新行情 所以这一波 希望大家可以跟上 从6月份以来 AI标股班 资金全部集中在AI标股 把握大赚的这一波AI大行情 7月份也如此 8月份也将涨 所以这一次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 那也鼓励大家 继续给大家 继续给大家 最后几天的8加3的双重优惠 额外三个月的会期 并且让你马上买进最新AI标股 让你直接跟上 明天就跟上 看完节目呢 如果你觉得资讯还不够 想要知道更多的个股资讯 大盘资讯 请大家都来加入正老师的LINE 收尽小小鼠 STARMASTER 或者是直接扫描QRCO QRCO 目前也有 我就可以加入正老师的官方账号 LINE的官方账号 LINE ADD 盘中就有我的解盘文章 对个股跟盘式的看法 对大家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想要跟上最新标股的 就来把握8加3双重优惠 最新标股 让你直接跟上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体鉴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